限電停電最近幾天成為中國的熱門話題 繼湖南、江西、浙江等多省停電後12月22號 北京、上海也發出停電通知 雖然官方給出了減排、日常檢修等解釋 但是民眾質疑官方未說明停電的真相 一位網民留言說 中國不缺電 從事發電的都知道中國電能過剩 火力、水力、風電都能帶來電力 怎麼會突然缺電 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上海就沒有出現過大面積的停電 官方的解釋難以令人相信 他推測 當局可能是在搞什麼測試活動、監控活動 或者是安裝了新的系統 測試應急情況下的措施 他說 當局好像是在為戰時可能出現的狀況做預演